民进党最会带风向了 而且最会选择释放的讯息 类老师你怎么看 你看 陈世忠又去上周玉寇的节目 他又特别又爆料 说去年我们要够2000万剂的疫苗 那500万剂是COVID系统拿到的 1000万剂是AZ疫苗 500万剂是BNT 今天才讲的 500万剂BNT 然后他又讲说 BNT当初给的意见 因为后来没有成功 他说BNT给的理由 内部有意见 国际疫苗分配有问题 到底是商业或者是政治意图 大家不知道 但是很好奇 他说内部有意见 国际疫苗分配有问题 没有提到政治的问题 他怎么自己去解读 有些政治上的考量呢 还说有人不希望台湾太高兴 人家明明没有这样讲 他就自己去揣摩说 是政治上的问题 一定又是被人家打压的 买不到就买不到 无能就是无能 然后在那边卸责任 然后去讲一些 也不敢把具体的事实 讲出来的东西 不然他就讲说直言道姓 谁打压 他也不敢讲说是代理商 他不敢讲复兴党 如果有以诚实中的个性 怎么可能不顺势打 而且还在自己人 周一扣的节目呢 怎么可能 而且怎么不把球丢给周一扣 周一扣再回来打 他在加码再回来打 他怎么会不把这个新闻炒成世界上最大的新闻 陈时中怎么可能会放掉这个新闻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无能就是无能 买不到就是买不到 对不起台湾的老百姓就是对不起台湾的老百姓 对不起我们2300万的民众 就是对不起2300万民众 要跟台湾的民众认错道歉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所有的人都很清楚 连孩子都很清楚 就是疫苗供不应求 不够 美国买一大票过去了 加拿大澳大利亚买一大堆过去了 然后我们看到欧盟一看到现在的情况不够 他都管制出口 因为英国也管制了 英国也限制 欧盟也限制 大家都发现疫苗不够 根本没有办法满足 那美国本身控制这么多 美国不放出来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在指责这些富有的国家 急不道德 他说你美国等这些国家 囤居一堆疫苗 非常的不道德 因为有太多的人 有太多的地区 有太多的国家 他需要疫苗 而他没有疫苗 陈时中没有超前部署 民进党没有超前部署 因为刚开始在研发疫苗的时候 其实这些大药厂都不确定他的疫苗能够成功 所以他需要基金 他需要资金 有非常多的国家 有远见的国家 像新加坡 人家就把钱就出去了 老师你知道他们是去年大概差不多是4月应该就有动作了 新加坡 人家新加坡就是真正的 可是新加坡的政府不会拿这个来每天做宣传 对 可是今天陈时中我打的岔 老师今天他就讲指挥中心 是去年3月成立疫苗组 去年3月成立疫苗组 然后开始搜集资料 6月跟原厂联络 希望提供进一步的资料给我们等等 但是到8月成立采购小组 钱呢 到了8月成立 预算呢 人家在开始研发疫苗的时候 人家需要资金到位 你资金没有给我到位 你没有先给我下订单 你没有给我研究的费用的分担 那这样的情形下 等到人家疫苗做出来了以后 当然就没有你的份 而且那时候人家卖给我们的是比较多 反而我们说我们不要卖那么多 而且我们要比较便宜 那时候好像就是要2000多剂了 2000多万计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很清楚 明明自己犯错 明明自己无能 明明自己没有办法为台湾的民众拿到疫苗 今天的方法就是在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又开始故意的 弄一堆想象的空间 说有人不希望我们太高兴 有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让你自己去想象 然后他说 我也没有说是中国大陆 我又没有说是你自己想象啊 每次问的这个问题的都是几乎 你去看都是绿媒在问的 然后绿媒的人就开始写是中国大陆打压 然后绿营的开始新闻的报导 整个就是说大陆打压 大陆能够影响这个德国疫苗的供应 能够影响英国疫苗的供应 我觉得乡下小孩子是小 不是小我没有瞧不起想象三岁小孩子 我也没有瞧不起三岁 大家都知道啦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的三岁孩子都比这个 那一位先生还要来得聪明太多了 所以他坦诚有政治上的压力 但是又没有办法证实是上海复兴在拦截 而且纯粹我们讲这不过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不是吗 你再怎么样去跟人家总场去要疫苗 但是你跟人家总公司还是得透过代理商 那偏偏代理商就是上海复兴 所以你绕不过去嘛 谈不下来嘛 拿不到嘛 所以人家BNT给理由说我们内部有意见 内部有意见当然就是怎么能绕过那个代理商 他还要做生意吗 所以你要打乱那个商业的交易的制度吗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的行为不是吗 然后再加上呢 到后来真的有点像是被抓包 老师刚刚讲说他无能 然后还谢泽 然后是不是还要本来想要说谎呢 然后被抓包 因为2月3号的时候 人家大陆科兴疫苗就登录了国际期刊了 可是呢2月12号的时候 马英九有讲 如果中方愿意提供我们疫苗 我们不应该马上拒绝 也没说一定要拿大陆的疫苗来施打 是不要马上拒绝嘛 对不要马上拒绝 然后呢后来隔两天 陈时中说大陆疫苗资料不完备 科学性资料没发表过 他是没看到这个吗 2月3号不就有了吗 是啊 结果后来被抓包嘛 15号的时候马上有人说啦 对啊 就是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 左振东就打脸了嘛 结果到了2月17号 陈时中说很多人愿意打 想要打 你就可以提出相关的修法 但是他说 但是你真的会想打大陆疫苗吗 然后还说买够了就不会再买了 然后还说 现在如果要去拿大陆疫苗 恐怕时机也过了 所以凯翔 这个就很政治嘛 不是吗 我觉得陈时中他就是在说谎啊 他就是在说谎啊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是想到说 阿萱在过年前讲不是讲说505万剂 然后这个买到了 哇塞只差没有这个五龙五湿啊 这财德龙简直快要漫步在云端爽跟什么样 还唱这个文倩姐说没有休想这句话 什么讲了也五四三了 结果他还发现不是莫德纳疫苗 而是陈时中今天早上又在周一科 我不知道他跟周一科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每次到周一科 他都附订一段时间就会上警 就会去讲连五四三的 而且都会爆料爆刑的 对然后呢就在讲说他怎么几个月之前 本来有机会取得500万剂的这个辉瑞疫苗 就是BMP疫苗 然后结果后来因为什么外力介入 所以原本这个什么约都已经要签了 然后新闻搞都准备好了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后来是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个买到 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今天是2月17号 陈时中讲说他本来已经买500万剂的这个辉瑞疫苗 那辉瑞疫苗我们知道是现在当今全世界 这个可能是技术要求最高的疫苗 他必须要在这个零下70度C的冷链载中运送 所以他确实有这样子的技术门槛存在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在2月9号的时候就在过年前 那时候陈时中压力也很大 因为那时候原本说好的第一剂的疫苗 没有来半支啊 没有拿半支啊 然后同时说COVAX一直跟大家吹牛 什么476万剂 最后好不容易拿到了20万剂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货 然后呢 所以他那时候也被逼了 然后讲了很多543的 包括大家就开始质疑说 去年明明你们自己民进党的第一任行政院长林全 然后在东阳生计董事长 然后带着带着这样子的代理 然后来说呢会卖台湾3000万剂 其中1000万剂在去年底今年初就要到货 那为什么后来谈不下来呢 那时候陈时中被这个问题问到的时候 他在2月9号的时候跟大家讲说 哎呀没有啊因为冷链技术太困难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吃不下来啊 吃不下1000万剂只能吃200万剂 最多200万剂啊 所以他就那时候就讲这样 所以后来这个好像对方也是不想只卖那么少 因为全世界都在抢谁要买你200万剂啊 然后呢这个量不够所以就破局 陈时中2月9号的时候跟大家讲说 他只能吃200万剂 他2月17号过了一个年8天之后 他跟你说我本来要买50万500万剂的 那请问你冷链是从哪里凭空伸出来 300万剂的冷链的这样子的设备跟器材呢 你在讲什么东西呢 你不是就要胡扯吗 还是你双重人格 有一个陈时中一个陈时台吗 就不是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中午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揭露这件事情 我们在脸上也写啊 然后呢也是有跟其他同业在讨论 下午的记者会就有人拿这个去问陈时中 就讲说你明明2月9号跟我们说你吃不下 你吃不下1000万剂的辉瑞疫苗BNT疫苗 你只能吃200万剂 然后所以你不买了 那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你可以买500万剂呢 那你不知道胡扯有什么东西呢 然后呢陈时中说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那个9月10月时候啊 那个时候台湾的冷链的准备啊不足啦 后来又可以了啦 这就是谎话啊为什么谎话 各位可以去看前立委好不好 蔡震源脸书他曾经披露过那个文件 那个文件呢是港商雅各城 在回报给上海复兴医药公司的一份内参文件 里面写什么 写9月25号接到台湾卫福部疾管署的来电 说我们知道了啦 我们知道国际疫苗市场的状况是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想买啦 然后呢想买可以谈可以谈可以谈 然后呢他里面就有一句话讲说 回报哦是雅各城回报上游的这个总代理上海复兴 然后讲说哦卫福部台湾卫福部打电话来联络啦 他们讲的内容啊跟信东科技还有吴伟源一样 跟吴伟源讲的是一样的 哪个吴伟源啊 就吴伟源啊 不能乱讲 然后呢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的第二段就写到说 台湾卫福部在9月25号打电话去的时候 说要买1500万到2000万剂 不然你告蔡震源啊 你告蔡震源说他拿假文件出来啊 陈松不要欺负记者 不要欺负小老百姓 吴秉睿也不要去告网友 网友讲说你拿3亿美金的佣金 这件事情是错了没错 你就去告 你就去告蔡震源说他揭露假文件 你去告联合报把你写出来啊 他们都说谎 不然为什么好好的 好好的东洋拿1000万剂 第一剂就要到货 整数要卖我们3000万剂 你不要 你中间硬要塞一个雅各城进来说要1500万剂 问题是 人家雅各城这家公司 他负责香港的代理权 他的上游代理还是上海复兴啊 还是一样啊 你有什么毛病吗 你有什么毛病吗 那东洋要卖你 那上海复兴让东洋出来卖你 你不要 你非要跟雅各城买 那我就不懂为什么啊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交代说 为什么不可以跟东洋买啊 为什么不可以东洋买 然后你中间还瞎掰理哦 什么200万剂冷练 那个很复杂 弄不搞定 不定啊 那现在又来了 你现在是怎么样 过年喝多了还怎么样 还过年打麻将死到头脑脑 你这前言不对后语啊